今天到風機設篩檢站 那台北市長柯文哲說 就是他事先知情在他反對 那以及現在的篩檢量能急需擴充 那九大篩檢站都到位 那量能是否足夠 那是否也會在中南部考慮設篩檢站 還民眾有需要 我們都盡力的來減輕民眾的負擔 我們非常的感謝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協調這個公立醫院 能夠來加設大型篩檢站 而且都馬上在48小時內就完成設立 特別感謝我們的醫護人員 這麼辛苦投入 同時連作休會員都沒有休息 那我們也不斷的檢討 希望能夠路線更順暢 更減輕大家的負擔 尤其就65歲以上的長者 還可以現場來報名 還可以領藥 還可以篩檢 這都是我們希望 也少民眾負擔 也希望中央地方一起合作 讓我們一起打贏 這一個防疫的最關鍵 最後一戰